我叫秋菊 我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日本之旅 然而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现在的东京是美意季节呀 哎 算了算了 回去了 日本再见 喂 不回去行不行啊 不回去你带我玩啊 我带你玩啊 给你推荐三个 最适合雨天玩的项目 第一家要推荐的是 室内游乐园Joy Police 只需4500日元 实际种游乐设施随便做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 那就是夜总会女郎面试 通过回答问题拍照等方式 测测看你的指名费需要多少钱 伯雅以为他已经很尽力了 结果看看秋菊 那才是真正的高端玩家呀 成绩发表 伯雅指名费21800日元 被分去了一座店 秋菊指名费19800日元 被分去了新宿店 以后我们会在新的工作岗位上 再接再厉创造新房 我便宜又好用 我在新宿等你哦 有了身价的我们 要开始体验其他项目啦 这里有刺激的室内过山车 还有好几个赚到我们 头晕目线的项目 比如左右摇摆的同时 转体7200度啦 像滚头洗衣机一样 要甩干我们的啦 再加上这个 转转跳跃 我闭着眼 五娘的喜悲没人看见 这是我们下来以后的表情 怎么样今天的感受 值得一来 然后吃完游乐场 周边来到室内的购物中心 那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 第二个要推荐的地方 绝对可以满足你的猎奇心理 那就是大便博物馆 做一个看到大便的表情 什么 进门就要拍拍座体验拉屎 马桶中出现了紫色的便便 这个居然是纪念品 可以带回家的 这里面就是个便便世界 一切都与便便有关 玩个游戏 喊出便便的名字 先来看一下这位小朋友的表现吧 337.4米的便便 东京塔级别 下面有请娜妮代表队上场 23.2米 航天飞机的级别 5.9米 大象的级别 再来玩一个画出便便的样子 秋菊的绿色便便叫史诗 伯雅的黄色便便叫爸爸 旁边展出了各界人士画的便便 这是寺庙的员工画的 女子大学生画的和高分子化学研究员画的 古调的艺人和他女朋友画的 漫画家画的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新奇有趣的地方 因为是期间限定的关系 只开到9月30号 想去的话一定要抓紧的呀 最后一个要推荐的是肥宅快乐天堂 泡面博物馆 门票只要500日元 我还在这里面发现了熟悉的红色身影呢 最好玩的在三楼 你可以做一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泡面哟 整个项目只需要300日元 先买一个泡面杯杯 然后就可以在上面尽情地画画了 用我林河花手的风格来画一下 我们俩跟他掌握那边 像吗像吗 伯雅决定偷看演隔壁秋菊画的 哇好可爱 我们不一样 哎呀拿着这个去加面 不会吓到师傅吧 先选汤底的口味 然后可以选四种配料 膝带的搓手收 我独一无二的泡面终于做好了 拴个绳绳挂身上 让全世界都羡慕我 四楼还有个美食广场 八个国家的面条任你选 最黑暗的是这个泡面冰淇淋 它在牛奶冰淇淋的基础上 加了一些泡面配料 比如干虾仁啦 干葱花啦 甚至干肉粒 这是一个咸家甜的组合呀 秋菊吃了一口强装镇定 然后赶紧为了博雅一口 这黑暗的滋味我也得给你尝尝 我们现在放完拉面博物馆了 好吃好玩 下个再来 今天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呀 你觉得今天好玩吗 超好玩 转账了我的日本之旅 大家不要忘了点个关注 每期和你一样不一样的日本 拜拜